本今小本月 为主众生 设施一切事件 难兴之法 这个法门真的难兴 我跟大家作证 我修佛 从哲学入门 随敬忠 我虽然没有排斥 实际上我没接受 早年 参云法师 教我 我没接受 在台中十年 黎敏南老去死 应该有五六次 劝我修建筑 我也没接受 年轻 好高五远 对大惊大乱 都迷了 我讲华严经 讲了一半 看到经文上 文书普贤 法院求生进度 看到善财 五十三财 我把他看明白了 我对净土有信心 不排斥 真正完全 确定彻底放下 实行他的一门神如 求生进度 是最近几年 八十五岁 回头过 还是长寿过 八十五岁回头了 要不是长寿的话 八十五岁以前走的 我对这没信心 换一句话说 王生没把握 那么这个佛法 帮助我们 不设人天果位 出不了就到轮回 来生可以做人 运气好的话 可以生欲解天 不是好死 不出轮回 就不是好死 这一生没造什么业 不会堵三土 来生保不住 外面负面的诱惑 太大了 一落在那里 就是三土 一进三土 麻烦可大了 你哪一生 哪一劫 才能出来 这很可怕 这必须要知道 小本 佛说得很清楚 一切诸佛如来 到这个世界 都是 涉世 一切世界 男性之法 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看到 来佛寺 三位 还加上一个老德 或者 四个人 好好保养 这四个人能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 下面说 盖茨 净土发门 几云几顿 这真的 圆满到几处 顿是快速 顿超 没有结极的 没有结极的 那 登记了 你看 凡夫修到法身菩萨 要修无量结 修这个法门 一生就成就 多快啊 我看行宫老和尚的光碟 我的判断 我的看法 老和尚二十岁 出家 师父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告诉他 一直念下去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他一声听话 老实 师父教导他 他做到了 叫他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这个好懂 说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这个话不好懂 明白什么 明心尽心的 大吃大悟 这明白是讲这种事情了 他老人家有没有做到 有 我估计应该在四十岁 二十岁开始念佛 一般念到功夫成片 大概三年五年 也就是书 二十五岁以前 他功夫到成片 那么再加五年到十年的功夫 三十岁 三十岁 他得四业性不乱 四十岁得礼役性不乱 礼役性不乱 就是民心业绩 就是大知道 老和尚六童之祖 老和尚真的什么都知道 就是不书 这是遵守 师父的教会 明哲报神 他也说出来别人不相信 没人相信 说他谣言获重 那他麻烦就来了 我说他没念过书 不认识字 可是怎么样 什么都知道 这个要说出去 会引起很大的风波 引起很大的麻烦 不能说 往生之后 我们细细观察 这些报道会发现 那你会相信 他自己说的 我什么都知道 这话是真 不是假的 什么都知道 就是民心见心 所以尽忠 语言针到几处 超前立见 情是妄想 超越了 我们世间人都有妄想 超前就是超越六道 超越是法界 立见 立见 建就是见货 身见边见 见渠借借借借协见 那经干经后半部 将立四更神 前半部是理想 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这些 理想 阿罗汉 后半部是立见 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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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见 众生见 受这见 就是这种念头 分别的念头 都没有了 这是民心见心的菩萨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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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